大家好,欢迎回到广东话军事核道NHK 我们的节目《军武器言》,我们的节目主持人Larry 今集想跟大家讲一下,拜登就任了美国这一任总统 未来四年主宰着美国国运的产生 我们也会看美国海军在2020年计划了一个30年造舰计划之后 究竟未来海军的发展何去何从? 相信在这本世纪来说,去到2050年左右 其实都会左右到美国海军的国军 现在看海军部长Michael Gildy 做一些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要多些钱 要做一支威胁中国的舰队 这件事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Mark Milley 其实是OK的 造舰计划的事实是比2021年财年 即是2022年财年财年的增长 是超过40% 但其实很多钱都是自己在海军的预算中 自己抽来抽去的情况 唐水滚堂鱼很难在其他军众里拘捕到钱 尤其是Mark Milley一定会被陆军拿 所以想要做一些大事很难 要做一些很新的事也很难 特朗普做了这四年总统 事实亦被军方洗多了 所以现在你见到民主党 或者我们说拜登上台 你想在他们身上招多些钱做国防建设更加难 所以海军必须精打细算 好好地筹谱一下 应该如何运用他们手上的资源 最好去对抗第一 中国的威胁 第二是他们船艦的更新 和当然最新他们想做的一些新的计划 但他们很难做到面面俱原 所以我们的看法 先的结论就是 可能美国海军来近二三十年 又有机会 好像这个世纪的头二十年 有些失败的项目 或者有些位置会搞得不堪不水 最好不要这样 但我们都会看到 有没有什么情况 会阻挫到美国海军的发展 第一个情况 我们发觉 有时美国海军做事太狼了 什么意思呢? 他的野心太大 想了很多计划 但第一次做 其实是很难的 不过不是说你没有能力 而是计划始终有限 我们先说美国海军有什么打算 第一个 他们想做一个新的弹度导弹潜艇 这个大家知道 包括哥伦比亚级 哥伦比亚级事实是比外俄级更先进 我们在哪方面看到 它是更静的 所以接下来的有效率 会比外俄级提升 所以也做少两架 就是做少两手的弹度导弹潜艇 都可以 这个问题不大 自动化的情况会高 但当然超级价值 大家知道 超级必然 哥伦比亚级超级得挺厉害的 而且它复役的时间 也可能要延迟一点 即是外俄级要顶久一点 另外一个 就是他们的攻击潜艇 接下来又想做一个大的设计 即是说他们的维珍尼亚级 下一个block 可能都还未那么满意 即是想做一个新的批词 即是把攻击潜艇再做好些 这个也不能理解 因为接下来的海上的威胁也会大 所以在维珍尼亚级会再设计 我觉得它浪费那么前 因为你又做了LCS 又做了FGX 那你会不会重复呢 那海军最快就这样 不如不做LCS 这个最快 退役了头四手 接下来的那些 看看再怎样处理 我们必须看它怎样整合的资源 另外就是他们想 将他们的驱逐艦 现在来的开发再大些的驱逐艦 即是作为后继的船队 机营 这个待会我们也会有些讨论 究竟他需不需要开发新 还是有些现成的 他们可以想想想 如何改装就算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 接下来的新型的两棲战蓝 你看到的利波利浩是一个 其实他本身和 我们说的美利坚级 他都属于美利坚级 但是和美利坚级来说 他都会有些设计不同 接下来的8号蓝 究竟会不会又有些新东西不同 我们会继续观察 还有我们会说 他们有不同的无人战队 如果大家记得 无人战蓝 他们是分大中小三种规模 他们都会将这些无人战蓝 包括水面战蓝 和水下的战蓝 都会带入这个艦队 大家数一数 数一数 如果一切都做完 那一笔钱都不会花得多 所以我相信第一个要有优先次序 你要prioritize 所有东西如何做得最好 这个会其中一个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 例如有些他们要退役 例如我们说他们的CG 提供德罗加级 其实很快就要退役了 大概2030年代开始 就要有退蓝潮 即是大家锁起来 都只是十年左右 那你有没有一个接棒计划去做呢? 那你又要看 另外就是LCS 未来就不要了 这个是结束的情况 所以你要看 究竟他们 未来还说有些轻型毫补 轻型毫补 轻型毫补就是 如果福特级 未来做完四手之后 你未来真的不做 那你怎样呢? 那你做了 那轻型毫补又怎样呢? 之前做了这么多轻型毫补的study 是吧? 轻型毫补是否又会活动呢? 未来500加那里怎样做呢? 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操作概念 是怎样做出来 所以我们相信 他们是要清楚去做 而且亦都没有 因为你每做一只占蓝 其实问题是 你要做一个新的menu 即很多的操作概念 你要修订 你要做training 培训程序要做 另外那些维修 维护 这些里面有practice 你要去formulate 去做的 你这些位置 全部都不做得好 其实到时 用你上来 又会混乱 所以这些计划 是要做好一点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相信 美国海军 要想清楚 这个大方向 应该如何去picture 这些事情 第二方面 我们觉得 美国政府 现在基本上 每年都会花大钱 所以联邦赤字很大 当然 你可以说 美国印银子 印银子到日 基本上 没有美金不行 例如说 中国政府不够美金 你都死了 即使你拿美债 也麻烦 所以这些位置 很难说 究竟现在美金的大赤字 会不会对美金 即美国的大赤字 会不会对美金 会对美金 会产生影响 又反过来 如果美金不够强大 会不会令到赤字 会被人叩碎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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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看到 因为赤字上 大家都有共识 尽量把赤字熟悉 以前奥巴马年代 就把赤字拉到国库 所以现在两党都要谈 共和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他们都想把赤字慢慢减少 所以就倾向 他们会看未来的位置 他们会做一笔投资 去做赤字 都会有很谨慎的情况 另一个情况又很有趣 就是他们又想 尤其是他们的国会议员 他们又很想拗路 什么拗路 就是帮他们的周围人民 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这个真的是很明显的正绩 可以拿出来说 例如说你做到2000个 3000个 5000个的就业机会 那你就很厉害的了 所以他们倾向 尤其是海军要做男 他们就很想在他们的周围 做男的情况 假设如果有些周围 他想做这只男 即是他做开的了 那你要他剪刀 那就难了 那你有一个新 开发了一个新的男 想在一个新的地方 那你又 那些国会议员之间 会互相角力 所以其实现实上 他们都要妥协的 究竟整个服务链 那个关键的程序 这个供应链应该怎样去做呢 例如说 这一只船在哪个船厂做呢 其实都会谈判死的 大家知道以拜登来说 那就慢慢谈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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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知道这个市场是永远的 可能被特朗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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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 到2000年开始已经有三种不同新的战艦 第一个是我们讲LCS 我们讲泵海战斗艦 听了军委显的朋友都经常听我们讲 这个情况是一个水面大飞 但发觉开得快,但武装力量不足 所以对抗不到中国连054A和054 对抗也有点麻烦 接着另一个是珠武雅特级 过万吨巨蓝 但偏偏原本做很多陆上支援和火力支援 那两支炮也太贵 因为它每飞弹有80万美元一发 非常贵,所以又搞不成 接着另一个是福特级 福特级稍微好一些 而且战斗力很厉害 但暂时又遇上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福特级稍微说过 就是武器直升机的很大问题 在11个中,现在已经进行了5至6个 最多7个都没有完成 希望今年年底 2021年底可以完成 可以通过测试 所以海军每次开发新的水面栏 都很远远 这件事又很麻烦 这二三十年发展 就好像不是一个正硬的方向 即使阿里巴阿级需要一个新计任船 它们现在有几个要求 包括要开一个新的船体 新的推进系统 新的集成动力系统 这几样东西 另外还要加高超音速的武器 甚至雷射导弹 甚至雷射武器等等 听上去都好像没什么特别 新的东西当然是这样 但我们又想 由来 会不会全部新的东西 放在一起就会拘捕 好像福特纠 这个是真的会被国会议员谈的 国会大爷 他们就问你这些问题 我看看你能不能回答 第一个 你做了一个专武压特级 刚刚上年海试 海试试试的武器系统 看上去船开得关 那些武器系统是可行的 它们的发射系统完全没问题 其实你可不可以用法 对不对 就是说 你的枪我们抄起 用回普通枪 或者甚至乎那两支枪 就会收紧一支 另外那些枪位 它们就拿来放导弹 什么都好 好了 如果你现在收起了一支这么贵的枪 你便拿来做导弹发射 那船又够人身 你的动力系统又先进 你说的什么动力系统 它有了 全电推动 新的推进系统 新的集成动力系统 你要的两样东西都有 又是新的船体 高枪中武器不要紧 找个位装 雷射武器它够电 那为什么不用专武亚特卡 搞定 好了 高枪突然一执 没有声音 别人问你 你的构思 其实全部都缺了 专武亚特卡 甚至乎现在船长 你做了三支枪 他们现在就继续做 其实整件事 如果你不停地做 可能最后 开工一路做 其实又便宜了 可能连炮弹都可以用 所以你将来做三五十支枪 你不会像以前那样瘋 可以做八十支枪 三五十支枪也足够 船长又可以继续做这样的船 又不会浪费 没有在那里 你想想 其实造船长绝对欢迎 亦都知道怎么做 但是海军要不要呢 这个又是 要海军的思维 是否突破 去看这件事情 另外我们要说 海国陆战队 海国陆战队 因为大家知道 他们的David Berger 开发了一个新计划 将来放弃了重型装备 去到一些岛 主要在第一岛链 围困中国的艦队 在第一岛链之内 所以他们亦想 有些载据例如 一些轻易航母 配合他们 另外有些飾滥导弹等等 这些位置 他们主要想用一些岛序 去建立一些据点 从而包围中国附近的海军基地 或者拖延着他们 出去到岛链的时间 这个就因为 现在暂时 海军独战队以前的指揮官 和司令 似乎没有什么声音 特别说贊成这个项目 原因 有些人分析 可能是因为 中国今时就不同了 他们本身的军力 或者是他们的水面蓝 现在的规模都相当大 加上他们在第一岛链 可以用的弹道导弹 亦十分多 陆基地是哪一架 首先用弹道导弹攻击力 如果你这样也不死 就再出动潜水艇 和海面军艦追击力 中国现在追踪的技术 都不是以前的 亦可以买到很多不同的 卫星图 基本上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 天上不同的卫星 不停重复探索你的位置 所以要找到你很容易 攻击你很容易 所以会不会像你想象中 那么容易 可能大概几个据点 就是能守着倒链 有些司令就不从意 觉得这个也是用来死的 所以这些位置 如果让拜登政府 在任何又可以的地方 都很难会批 所以连轻型航母 两棲战籃等等 这些计划 其实都可能会被抽起 听到这里 其实都蛮疯的 即是说 很多这些位置 听起来都不够 最后讲一下 这个无人舰艇 无人舰艇 这件事 我想可能是好事 因为本身无人舰艇不贵 研发贵 但量产就不贵 你想想入面自动操作 又不需要什么人 又不需要什么部级 后勤又不需要太多 所以就可能 拜登政府可能会支持 所以可能死剩这个计划 这个就给你 其他有人那些 尤其是高大上的 大家不用想 那些位置真的很难做 所以我们会相信 在拜登政府 这一届 海军都很难有大动作 亦不绝不会特别增加 那你要从自己抽抽调调所有资源去做 所以我认为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大的project 你一定要剪 剪剪剩两三个 例如你要做驱逐艦 你要想 你那个驱逐艦 是不是可以填补 接下来的特洪多洛加急CG的决策 接下来的 如果你真的要做自动艦 你就要剪剪一点 小型的船只 你要做卫艦 你要再想 你接下来是否要做轻型航母 等等 你因为资源就只有这么多 所以左手交右手 右手交左手 你自己想 应该怎么去做 海军的思维 要再做好些 所以Michael Gilday 真的要想清楚 接下来你们的利益 如何去分布 如何去策划不同的军众 即入面海军陆战队 你们 不同的司令部 如何处理 这些我觉得Michael Gilday 都要有责任 细心去想一下 接下来的海军 这二三十年的前路 如何走 因为中国接下来的 抗展海军 我们先不要计计 他们的训练 是否准备 起码排面上 别人会吓到你 所以这些位置 在和平时代 除非大家真的坚打 否则拿排面也会吓到人 在这情况下 減分军海军会越来越恶 也会越来越嚣嚣 美军应该如何处理 这是一个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对美国海军迷紧的 艦艇的发展 尤其是拜登政府 这四年里的发展 情况如何 作出一个分析 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以及可以帮忙看广告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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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立即收到我们的通知 另外可以分享给朋友 每次分享给两至三个朋友 可以有效 令我们的节目推高一点 另外多点留言 赞和分享 我们看见解释 有些师兄会回答 所以大家照顾问 我已经砌一集 把你的问题放进去 然后我会尽量解答 我试试可不可以一个星期做一集 令大家的问题 尽快可以回答到 另外 看广告 可以看短广告 长广告30秒 就可以了 课金 有三个渠道 有恒生银行 paymeat 和转熟块 多谢大家支持 我们在其他节目 再和大家作出你的分析 我是你支持Larry 拜拜